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出席理工大學活動 梁振英批評有關他持有股份的大德良行在英國賣盤 令他投資書清光的報道失實 他又不滿 自從宣佈參選之後 各邊媒體就不斷作出不實的報道 損害他的形象 當眾包括九年前 如今廣場官司案中 梁振英被指向當年的規劃環境地政司梁保榮施壓 他再次否認 又質疑宣佈會參選特首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 一再重頭救市的動機 香港歡排電視記者紅音報導